大家好,我,邓慧文,阿飞,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因为疫情,不要这样子,不要因为疫情该看医生的不看医生 就写信来问,就说不敢去买 虽然我们常常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健康的新知 可是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因为害怕疫情该看医生不看医生 好的,这是今天一开头先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的医师是哪一位呢? 是我们林口长庚的风湿过敏科的主治医师 我们黄韵如,黄医师你好 你好,听众大家好 我是林口长庚风湿免疫科的黄韵如医师 是,黄医师我们赶快来请问这个关节炎 你知道很多人他现在他分不清楚 那关节炎主要的像痛风的关节炎跟内风湿性的关节炎 可以给大家一个卫教 这是怎么样的两个不同的症状 其实我们风湿科门诊很常碰到就是病患跟我们抱怨说 他手痛、脚痛、背痛 其实我们风湿科医生就是帮你区分到底是不是关节发炎 然后帮你抽丝剥茧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关节发炎 那就像我们主持人提到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痛风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民众最熟知的两大关节炎 那这个痛风呢其实主要是这个嫖零代谢不加所导致的关节炎 那代谢会因为个人的体质啊 饮食啊导致体内的尿酸会超过正常的程度 过高的话有可能会沉积在各个身体的组织当中 你可能沉积在关节造成痛风性的关节炎 可能沉积在皮下的软组织会形成痛风时 那你可能沉积在肾脏中造成肾脏的病变 那沉积在输尿管中会形成肾结石 那如果病人发炎的关节很肿胀的话 里面很多积水我们可以抽到关节炎 那关节炎抽出来做化验 可以在偏光纤维镜底下看到这个像针一样的尿酸结晶的形状 然后呈现负偏光的情形我们就是叫痛风 那如果说你没有水没有关节炎可以抽 那就是要问详细的病史 那一般痛风很有特色就是 它可能都不止一次 它可能都反复很多次 而且这个痛呢都在几个小时内 就是一天内就会达到顶点 就达到最痛 比如说病人痛到跟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走路 那通常一开始都是只有影响到一个关节炎 然后关节会红啊重啊热痛 通常最常见一开始都是脚趾头的 第一根就是大拇指那个地方 会形成就是痛风最常影响的地方 那少数的人如果你都不去控制他 那身上就有痛风湿形成 那影像学检查X光或是超音波都可以帮助我们做诊断 那另外一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类风湿性关节 它是因为身体的自体免疫系统异常造成的 那会形成全身发炎 那比较好发至30到50岁的女生 然后或者是有家族史有抽烟的女生 那影响到的关节就包括手指手腕肩膀手肘 膝盖脚踝等等的小关节 那如果你不管他的话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不去治疗 这个关节会持续破坏 那渐渐就变形甚至不能动 那以家族史来讲说 无论是痛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 家里有的人呢 得到的几率都是比较高 但是也是有病人没有家族史 有这两个病有痛风跟类风湿性关节 那以年龄来讲呢 这两个病也是各个年龄层都会发病 那性别来讲 痛风通常都是以男生为多 类风湿性关节是以女生为多 那以发作部位早期 痛风都是以下肢为主 就是以脚为主 那类风湿性关节早期 通常以上肢为主 就是瘦为主 那抽血的话 痛风就是尿酸会高啊 类风湿性关节 就是我们的类风湿因子 还有抗黄瓜胺酸抗体会高 但是抽血一样都不是绝对的标准 就是建议大家 还是来风湿科门诊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是你看大家看 如果能够去的话 医师检查 要很快就可以确定的问题 那请问一下黄医师 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我们如果讲痛风 痛风性的关节炎 一般病人治疗的状况怎么样 您在看这些病患 会不会很多就没有好好的治疗 这一类疾病通常的病程 跟配合治疗的状况如何呢 这个病的特色就是说 它一开始早期发生的时候 你就算不去吃药 它自己也会好 所以很多病人就会轻忽 他说我不吃药 它自己也会好 我就不管它 然后到最后呢 其实我们痛风 就是分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可能是 没有症状的尿酸高 那大家可能是因为 新生健检 或者是去体检 公司健检 才会发现说 我尿酸偏高 但是这时候关节都没有痛 然后我们一般的人口 本来百分之五的人 就是尿酸会高 但是里面 只有一半的人会 关节痛 会痛风发作 那如果说 你这时候其实应该 就要去查说 为什么你的尿酸会高 虽然你身上都没有 哪边疼痛 到底是因为你本身 有潜在疾病 你可能有三高的问题 你可能有心血管的问题 或者你本身 肾脏功能不好 造成这个尿酸高 还是你有服用一些 特殊药物 导致这个尿酸偏高 那在后来呢 这一半的人 就会进入说 你可能会有 急性的痛风性关节 这时候就是 我刚刚讲到的 就算不吃药 他自己一天内也会好 那常常发作的地方 就是脚的大拇指的地方 那这一类型的人 通常我们都是听到 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 那女生要发作痛风 通常都是停经后 因为你停经前 有荷尔摩的保护 所以痛风一般就是 不太会在停经前 女生发作 那这一类病人呢 他发作第一次 第二次 他就能说 我不吃药就好 我就不管他 那这时候 我们就进入这个 痛风间歇期 就是病人会一直 反复发作 那通常都是几年内 可能会有第二次 那你如果不管他 他发作的间隔 会越来越短 那每一次发作的症状 会越来越厉害 然后轻泛的关节数目 也会越来越多 原本只在脚的 会慢慢地往上直走 就是手也影响到了 然后到最后 你都不理他呢 就会进入这个 最后一个阶段 叫做痛风时的阶段 你都不理他 慢的话 就是七八年之后 身上的关节的地方 或是皮下软组织的地方 就会呈现呈积一颗一颗 像石头一样的痛风时 通常都是呈现 就是乳白色 或是米白色 你不管他 他越来越大 会破坏关节 造成关节就是变形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痛风时 也有会在那个耳朵形成的 然后所以是 其实蛮严重影响外观的 有时候甚至会 就是压到神经 造成一些手马无力的症状 这样子 那一般我们会建议病人 就是及早治疗 就是你要来医院 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符合到 需要长期服用 降尿酸药物的情况 那一般如果 开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话 我们就不建议停药 那你在长期服用降尿酸过程 中间即使有急性痛风发作 我们也不建议停药 那一般病人 对于这一类的治疗的 尊医主律好不好 就是他是不是一个 很多人会好好治疗的病 还是是大家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容易会中断治疗 或者不吃药的人会不会很多 通常还蛮多的啦 就我们在我们来 来我们门诊药治疗 通常都是 他就是痛风值很多 然后严重影响到外观 或者是他就是破掉 流出像牛奶一样液体 或者严重感染的那种人 那他才会就是来到急诊 或甚至到住院 就是做就是治疗 那很多都是年轻男性 二三十岁的男性 他可能本身就有在工作 那他可能就是吃一阵子 可能两三个月药 他就觉得说 我抽血好像尿酸值都达到了正常 然后我又没有痛 然后我就自己把药停掉 因为大家都很 对于那种要长期吃药 很多民众都还是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长期吃药会很不好 尤其像痛风这个 很多人大家都会 我不要说幻想 都会想象说他食物控制就可以了 那到底是大家应该怎么去判断 现在我们听众朋友里面 如果有人其实知道自己 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可能如果没有再治疗 我们来请教一下黄医师 这个真的就是必吃这个 Purin类的食物就会好吗 还是说当然像您刚刚讲的 严重到那种程度的人 可能比较不会幻想说 可以食物有这么大的改变 那一般刚开始的 例如说偶尔痛一痛又自己好的人 是可以不吃药只有靠食物控制吗 一般是还是要看他本身有什么疾病 然后我们就算很严格的饮食控制的话 我们尿酸其实顶多降一 所以你的尿酸值如果数字很高 例如说10好了 那你很严格饮食控制 你吃低普林的饮食 那顶多到9 9还是高啊 你还是有个风吹草动 你就很容易痛风发动 所以食物上可以降的量很少 对 一般饮食还是建议要吃低普林的饮食 不是因为这样子 你就去吃高普林的饮食 那我们所谓的高普林的饮食 就是三大 我们都说我们在门诊都一直胃教病人 就是三大东西不能吃 动物的内脏类 什么鸡心啊 猪肝啊 那再来就是酒 所有的酒 普林量都很高 那最高的是这个啤酒 那再来第三个高普林的就是果汤 含有果汤的饮料 手摇饮啊 那些气泡水啊 气泡饮料等等的 那些果汤很高 这三大东西都会导致就是 痛风会比较容易发作 那其他高普林饮食 包括一些火锅汤 煮酒的火锅汤 然后或是一些鸡精等等的 那这些还有代客的海鲜类 这些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尽量 就是少吃或不要吃啦 那像一般人说鱼 鱼是可以吃的吗 鱼的话要看种类 有一些特殊种类的鱼的话 它的普林量含量会比较 比较高 像什么白苍啊 湿木鱼啊 无锅鱼啊 白带鱼 鰻鱼这些 普林量就会比较高 那我们建议那个量 可能就少一点 不要吃太多 哦 哎 不过你刚刚这样讲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容易忽略果汤 或是酒 酒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 果汤这个也是会造成痛风 大家可能要好好的记起来 不然你都会不知道 是从哪里吃进去的 可是刚才听到医师说 你要靠食物控制 其实是有限 就食物控制 可能比较像真的非常轻微 或几乎是在保健的层次了啦 那这个尿酸增加的原因 它就是一种体质咯 身体代谢出了问题咯 并不是它吃得很不对 是不是 应该说就是 导致体内普林 或是瓢林量增加的原因有很多 那有一成的人 百分之十的人 是因为就是体内产生过多的普林 那这一类通常就是 先天的基因有问题 就是可能通常都是婴儿 或是小孩时期就发病 它先天没有带些尿酸的酵素 是就是一种叫寒间疾病 那另外还有几个原因 像是九成的人 大部分都是排出有困难 就是排出尿酸是有困难的 那一部分的人 他就是肾脏功能有问题 他可能有慢性肾病 然后他没有办法正常的 由我们的肾脏排出尿酸 所以这一类的人 尿酸也会高 那其他还有一些先天的 带有的一些疾病 像是血癌或是领巴癌 那这一类 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疾病 像肝癫等等 这些人的体内尿酸都会比较高 还有你服用特定的药物 像是一些利尿剂 R4P0 或是一些环保磷等等免疫调节的药物 这些也会让体内的尿酸偏高 所以其实产生尿酸的原因很多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吃高普林的食物的人 包括就是海鲜啊 酒精啊 果糖啊 还有内脏类等等 这些也会导致就是尿酸偏高 所以这真的是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要相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您刚刚说 中风一旦开始吃降尿酸的药 就不建议停药 那这意思是要吃多久呢 我们的目标啊 应该是先讲 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长期吃药 如果一年发作痛风一次以上的人呢 就会建议要长期吃药 就是你一年可能痛了两次 那我们就建议你要来吃降尿酸的药 或者是说本身没有痛风 但是你尿酸值很高 可能是10以上的人就会建议要吃药 或者是说你的尿酸高合并是有痛风时 或是肾结实化 这也会建议要长期吃药 或者说你本身有痛风 然后你又有一些慢性病 心血管疾病 以及我们的新陈代谢症候群 就是三高 血压高 血糖高 血脂肪高 然后你的腰围是比较胖的 那这些人 我们都会建议你要长期吃降尿酸的药 那降尿酸的药吃下去 我们的目的希望达到就是 你血中的尿酸值是6以下 你没有痛风时就6以下 如果是有痛风时的话 就会建议再5以下 那目标都是希望你能够之后都不要发作 就是关节疼痛 发炎这个部分都是不要发作的 那这个降下来 要观察多久 都稳定在一个合理的素质 才可以停药 理论上你一停那个尿酸值 就马上回来诊查 就是回来你原本的基准 你原本是7 你一停它马上就回到7 原本是8 一停它就马上回到8 所以就没有停药的 就是要把它当慢性病 就是一直持续的吃 如果你控制得很好 都没法做 我会跟病人讨论说 那我们是不是把药物剂量减低 也许时间拉长 然后看一看 然后很多病人 他就是很明显 那药物稍微剂量减低一点点 他马上就发作 就发作 所以有时候他这个 那有些病人就会比较好 你剂量减低 他也许可以控制得比较好 那这一类的人 我们就会之后慢慢减低 甚至可以尝试停药看看 如果通常停药之后 尿酸就是 就会回到原本的质量 原本的比较高的数值 那意思就是说 停药就是会回去 没有人说停药之后 就就 我不知道这个民众 常会问一个字 所以我知道医生 很不喜欢这个字 就是说 那就没有根治了 就是没有 没有 对我知道 我知道在门诊 问这两个治疗医生 一句话惹怒医生 就是说 这没有办法根治 但是大家还是会想要听 这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 就最终就停药 就都不用再吃了 没有这种情况 对 我们都跟病人讲说 你就把你自己当作 是糖尿病高险 你就是慢性病 就跟我们一辈子 我们就和平共处 其实它很简单 它吃一颗药 半颗药 它就可以 把你的尿酸降到很好 然后生活比较很好 都不会痛 那个长期吃这个药 就是有没有其他 要担心的药的副作用 因为现在是 现在吃的药 应该还是 那个秋水仙素类的嘛 对不对 目前的痛风治疗 有分急性跟慢性两大类 如果是急性痛起来的话 我们确实就会给病人 吃一些消炎止痛药 然后秋水仙素 那肾功能比较好 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药物的人 我们就会给他一些类固存 那这是急性的治疗 那慢性的治疗 就是长期的降尿酸的药物的话 那就有分两大类的药 一个就是抑制尿酸产生的 跟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 那这个 对 它药物的话 抑制药物增加 就是那个 阿罗普罗诺 然后还有那个 Fibusostate 增加药物排出的话 就是Benz Bomaro 目前台湾就是这三大药物 那也有一些增剂的药物 那通常都是病人住院 尿酸非常高 紧急需要给它降下来的时候 才会需要用到这些 整体的药物 对 那药物的副作用还好吗 大家不需要很担心 目前的话 刚开始吃 我们会看一下病人 是不是有影响到 就是肝功能 那如果说 肝功能的素质都还蛮稳定 没有这个药物造成副作用的话 其实长期吃病人 通常都不会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说 如果药的副作用 不是很糟糕的话 其实大家能够把这个疾病控制好 是最重要的 我们继续来访问我们的 风湿过敏科的主治医师 黄韵如 黄医师 刚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 痛风这个病的概念跟治疗 那这个很多人会说 像刚刚提到那个火锅汤 豆类啊 这些日常生活 还有这个酒啊 果糖 这个预防 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有些人都会很 就是说 我又没有什么吃海鲜啊 怎么会痛风啊 其实有很多 应该要注意的部分 刚才大家如果有听到 黄医师的解说 就会了解 那怎么吃呢 那这个有很多个部分 那我来这个为大家 讨论几个 一般我们会 应该说大家会想象的观念 然后请医师来跟我们讲 有没有正确啦 第一个是说 这个吃一些 食物里面可以有一些 综合尿酸的东西 例如说 像芹菜啦 那它这个碱性的成分 是可以综合尿酸 这是对的吗 我们一般食物啊 就是目前是 没有什么食物可以综合尿酸 对对对 只有就是低普林的饮食 就是你让它摄取量变少 那这还是从源头解决 哦 啊所以那个 不用大家很努力 一直在水煎芹菜吃 这个是不吃心安的 没有吃有效的 然后你知道很多痛风的 意思啊 很多痛风的人 他拼命的吃苦瓜耶 因为他说苦瓜是低普林的 然后这个又富含钾 跟维生素C啦 他们据说也是可以加速尿酸的排泄 甚至在关节肿痛的时候 有消肿退热的效果 有吗 对于关节肿痛 消肿退热是没有 但所有的蔬菜都是低普林饮食啦 所以基本上就建议 就是大家可以多吃蔬菜 哦好 那这样就了解 不是苦瓜有什么神奇 而是你多吃蔬菜 本身在你的食物里面 这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占了一大部分 你的胃就不会要放那么多 其他高普林的东西 这是 其实都是 从刚刚第一条讲到现在 都还是只有低普林食物 没有什么神奇 那我就不用再问下一个 例如说冬瓜可以加速消肿 这也没有嘛 对对对 饮食基本上对于你的痛风 是没有帮忙的啦 对对对 酱药酸也没有帮忙 好那下一个 我干脆不要问好了 那还有 这个一种说法是说 吃玉米啊 可以降低这个食欲 因为有富含膳食纤维 比较有饱足感 然后玉米热量又不高 这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也是蔬菜的一种嘛 就是蔬菜的效果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听了 非常的失望 就是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 然后当然这个 我们通常 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都还是会有两个系统 很多人就会说 那看中医啦 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问西医师说 看中医一般有没有效 其实但我想问的是说 你不要因为一个不确定效果 或不确定疗效的这个药方或药物 结果延误了你很明确 可以治疗的这个进程 那我们可以问的可能是这样 如果是痛风的患者 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些除了药物跟找医生之外 自己的一些紧急处理方法 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 医生在门诊会有些什么样的卫教呢 就居家的部分 有什么事情做起来会比较帮助的呢 一般我们会建议病人 平常的话你就要补充充足的水分 因为你身体一旦属于缺水 通常像现在夏天很热嘛 大家可能在外面走的路就流很多汗 你本身有高尿酸或痛风的人 他一旦缺水的话 痛风会比较容易发作 所以一般都会建议要多喝水 那本身有在吃这个降尿酸的药的话 也会建议要多喝水 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这个药物 把肾脏中的这个尿酸排除 这是一个 所以不用刚刚讲的那些 什么幻想可以排尿酸的 你就是多喝水 对就多喝水就好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身体的不舒服 然后导致说痛风发作的话 你可以做的就是冰敷 但是要小心就是不要造成冻伤 那冰敷会让我们这个关节的红肿热痛的症状会比较好一点 那一般如果说通常是有痛风的人 那你是可以吃一些小眼纸痛药 让这个痛风的关节也让它发作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一般我都不建议病人大痛的时候才去吃 通常都是一点点你关节觉得好像快要发作起来的时候 你就先吃小眼纸痛药 先把它那个火先压下来 你不要让它就整个烧起来 那时候再去吃小眼纸痛的效果就不好 但是同时你也要确认说 你自己本身的肾功能是正常的 如果说你肾功能不正常 你又去吃小眼纸痛药 那你这样子会对你本身的肾脏会造成更大负担 那那个关节比方说像痛风下肢的关节有肿起来的时候 那个痛的关节是应该要休息减少它的动作吗 对一般我们会建议在关节正在发炎的前几天内 病人会以休息为主 就是先不要动 然后你也不要去沉重 等到过了几天这个关节炎过去 你可能有吃药 或者过了几天它自己比较好之后 你再开始慢慢活动 所以一般都会建议在急性发作期 就先休息为主 OK OK 休息为主 那医生有没有要提醒 就是有没有什么是很错误的 有没有看过就是病人常见的 常犯的错误行为 常见的行为最常见就是 你原本有在吃酱尿酸的药物 然后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自己把酱尿酸的药停掉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如果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又把药物停掉 这时候尿酸会有波动 那一旦有波动的话 这个痛风的关节炎的程度 时间会拉长 然后痛的程度也会变更厉害 所以一般都会建议说 你有在吃酱尿酸药的人 那你痛风的话 这个药是不能停的 是不能停的 就是继续吃 继续吃 OK 好 好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去 这个好好的用正确的方法 像我有时候有时候听到有人什么 那个关节已经是 看就觉得它是痛风的关节炎 它居然说是缺乏运动循环不好 然后还拼命的在活动啊 运动啊 重训啊 跑步 所以大家要好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因为关节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们接着还要问一个问题哦 那这个控制体重跟痛风有没有关系 其实体重过重本身就是造成这个 高尿酸或是痛风的危险因子之一 也就是比较重的人 他比一般正常的人 尿酸就是会比较高 会比较容易痛风 那我们如果本身是有痛风的人 其实也很常合并一些就是 体重过重或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所以虽然就是控制体重 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尿酸降下来 但是它可以带来其他好的 一些相关的 就是你可以减低你的心血管疾病 那你得到三高 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的几率会下降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病人说 你控制体重 对你本身全身的就是健康状况 都会有帮忙 所以还是会建议病人要进行 体重控制 OK OK 那其实最后我们很好奇的 就是说 像您是这个 这方面的专家 对不对 生活上 饮食上 我们都会想象说 医师是不是过着很健康的生活 对不对 例如说饮食上 你医师是不是都吃什么 很神奇的饮食 什么地中海饮食的形态 然后还是有没有什么 这个养生的秘诀 风师过敏科 主治医师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这个地中海饮食最有名最有名 就是它可以控制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其实确实有很多人说 既然它控制心血管疾病这么好 那地中海饮食可不可以套用到我们这个 痛风的病人身上 但是其实大家要注意到 地中海饮食 它中间有一个条件是说 它建议大家是喝一天一杯红酒 那这个对于我们痛风的病人 其实就不建议 就是摄取酒精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会建议说 就是我们要摄取这个鱼类 那鱼类就像刚刚讲的 有一些特殊的鱼种 像白昌吃木啊 五锅白带满鱼 这些 它的普林量含量就会比较高 那你在摄取鱼的种类的时候 其实也是要特别控制 那其实也有很多论文在探讨说 这种地中海饮食 适不适合痛风的人 那他们建议是做 微调型的地中海饮食 就是加入低普林饮食的概念 就是不要喝酒 然后摄取一些高普林的 像果糖啊 那个动物内脏啊 那这些东西就是要比较少 豆类也要减少吧 对不对 一般建议是 黄豆的普林量含量比较高 就可能避免的话 就是黄豆这一部分特别注意就好 那其他的豆啊 像比较这种西式饮食的人 比方说早餐常常会吃什么 鹰嘴豆泥啊 那个不是黄豆 那个是可以吃吗 那还好吗 基本上是还好 因为其实也是有人去做研究说 动物的普林跟植物的普林 去吃哪一个会比较容易尿酸高 后来发现是动物的普林 尿酸会比较容易高 植物的普林其实比较不会 所以一般其实 以豆来讲 我都会说都特别注意黄豆 其他的豆其实你想吃 应该是都还好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不用说夏天连个绿豆汤都不敢喝啦 对对对 没错 是 那红豆也还可以 也还OK 也可以 好 黄豆 对 还有什么豆 黑豆呢 一直问 黑豆浆也有黑豆的豆浆啊 可以吗 对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植物的普林内 其实我们认为都还OK 都还OK 所以这一方面 大家到事都可以放心 好 OK 那这个刚才医师也有讲到 就是家族史 所以如果家族史 家人有痛风 是不是自己要见解什么 平常就要多注意一点呢 对没错 如果你的家人的话 有痛风的话 那你本身就是 呃有比较高的几率 那呃 以 其实一部分高尿酸来讲 其实跟种族跟精英 是蛮有关系的 呃 像全世界尿酸最高的呃 民族是这个 苗 纽西兰的毛利人 那第二名 其实就是我们台湾人 那也不是 真的啊 对 另类世界之光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人 他的尿酸 血中的尿酸值都偏高 我现在遇到最小的病人 是跟我讲说 他国小的时候 尿酸就很高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种族或是基因 多少都有一点点关系 那既然知道我们台湾人 很多人就是 本身都会有这个 尿酸偏高的情况的话 那你又有家族史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下肢啊 大拇指啊 脚踝或是膝盖 有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 特别你又是男性 那你就更要注意说 你是不是就是有痛风 然后就尽早就诊 就是不要等他反复发作 或是痛风时 行程之后才来就医这样子 是好 那大家大概今天 不管你有没有痛风 对这个疾病 都有一些充分的了解 而且也 应该有更正一些 大家的这个错误的想象跟观念 其实每个疾病 大家都会用自己的 就是 就是有些情感性的期待 好不好 黄医师也常常在跟病人讲 就是会 就是觉得说 第一 民众第一就是希望 不吃药会好 然后第二就是幻想 吃一些神奇的天然的食材 就会好 这是我们各科疾病都会遇到 但这个心情我们可以了解 不过做法上 还是要有正确的 这个医疗的知识 那因为很难得 可以请教到我们 这个风时过敏科的医师 我们今天也顺便再问一下 其实黄医师现在的人 对于过敏 就是透过那种高级健检的 这个应该说是推广 还是推销 很多人都会讲说什么 我最近好多朋友都讲什么 他觉得他自己身体是慢性发炎 这个这四个字变得很流行 都说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样 可是其实你会怎么样 就是因为慢性发炎 什么我真的听到太多了 就是常常莫名其妙的疲倦 也是慢性发炎 脑物也是慢性发炎 掉头发也是慢性发炎 或者是体重的问题 反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慢性发炎 很多人会去做很昂贵的检查 就几百种的过敏源 有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也趁这个机会 帮大家导正一下 在这方面的观念 应该有很多人也会 拿着那种健检报告去找您吧 说我是对这个东西 就是慢性发炎 过敏 这个黄医师怎么看 对我觉得就是主持人提到 确实我们门诊很常遇到 但是其实要区分一下 就是其实这是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过敏其实不太会造成 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 就是皮肋啊 掉头发这些 刚刚提到就是体重减轻 等等这些症状 其实比较偏就是 自体免疫疾病 有可能会引发了一些症状 当然不止这个疾病啊 不止自体免疫疾病会造成 什么皮肋啊 体重减轻啊掉头发 那我们常常在很多 就是自费的检验当中 看到变了好像两三百种的过敏源 那对 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过敏 因为那些其实都是 就是我们抽血去做 就是实验室里面检查 但是真的会不会过敏 其实是你要 真的有去碰到那个东西 或是真的吃到那个东西 那你真的有一些 过敏的皮肤反应 或是呼吸道的症状 这些真的有跑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你真的是对那个东西是过敏的 这是一个 那过敏的话 我们确实也有分就是急性的过敏 或是慢性的过敏 那在不同的 比如是皮肤起症之啊 有人甚至严重一点是 眼皮嘴唇肿起来 甚至很喘等等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要寻求一些 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风势科门证 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些治疗 那有些比较复杂的病人 他是本身有过敏 但是他其实身体有潜藏一个自体免疫疾病 那这些都可能要靠抽血 我们去做一些抗体的检测才会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有皮肋 或掉头发 或是体重减轻的症状 那你本身可能又有一些家族时 或者你年纪是比较轻的话 担心自体免疫疾病的话 是可以来风势科门诊就诊 就是还是好好去检查 那那医师您刚刚提到 所以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没有吃了某些食物 其实并没有到起疹子 或特殊的这些过敏反应 就是身体有起过敏反应 那一般大家在讲说 其实是不知不觉的有过敏 然后这个默默的在身体里面影响 其实这种东西可以不用太在乎 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如果去做那个食物检查 像我的朋友们做起来 很多他其实天天在吃的东西 都说咽起来他是有过敏源 一些小就是什么食物里面 常常会出现 可是他其实都没有出现到过敏的反应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管他 对啊 你就不用避啊 我们都跟病人说 你验出来 假如说有这三项食物过敏 那你就是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 你就去注意 这三项食物是不是真的吃了会过敏 如果你吃了不会过敏 你就不用避开 所以您讲的过敏 是只有过敏反应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很多健碱告诉你说 过敏你不一定知道 它会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一些不好的发炎物质 然后就造成你什么 反正很多 他们会把很多什么大家流行的名词 藏肉啊 什么东西都牵在一起 医师你知道吗 在健碱的世界里面 跟在我们医院的医疗系统里面 是有着两种知识体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去检查 不要说自己下自己 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一个对健康不好的问题 我们今天请教的我们黄医师 黄医师我最后要帮大家问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免疫风湿还有过敏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跟压力很有关系 其实基本上就是黄医师硕士 通常我们门诊很常听到病人说 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他的过敏就发起来 他本身的自己免疫疾病就发起来 甚至类风湿性关节也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都会为教病人说 你一定要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 然后做起要正常 睡眠一定要充足 很常病人就是一熬夜 他的过敏就比较厉害 然后或者是本身自体免疫疾病 那红半期两场等等就发起来 所以我们都会为教这个病人 就是这三点你一定要做到 你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三点 那我们来多请教一些 大家其实很好奇 每次讲说压力会影响疾病 我不知道黄医师那边病人怎样 那我们的病人其实都会翻白眼 翻白眼的意思就是说废话 就是说如果可以 像我的病人最常讲的说 如果可以不要有压力 谁想要有压力 那这个压力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例如说这些过敏 还有一些免疫疾病会恶化 可以请黄医师稍微跟大家上个课 解释一下为什么压力会这么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其实基本上免疫系统在我们 就是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大赛文 目前的免疫的对在身体中机制 其实并没有完全的了解 那只知道说在压力底下呢 确实是有一些免疫细胞呢 它会处于就是比较活化的状态 然后以至于原本就是有在活化这条 就是过敏的路径啊 或是自体免疫疾病的路径会被更加的刺激 那就是这条有问题的路径就会一直活化 然后以至于你的症状就会变比较厉害 所以但是真正详细的原因 目前都是还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说我们临床上 如果让病人处于一个心情比较稳定的状态 压力比较那么大的状态 病人是会比较好的 像有病人就跟我讲说 他就是看一些那个搞笑的综艺节目 他的疼痛的症状就会比较好 我甚至还有一个更夸张的病人 是住院病人 那他本身是血癌 就是合并那个自体免疫疾病 他是攻击到视神经 就是眼睛就忽然 就是在几天内就完全看不到 然后结果他就是在 因为他在医院嘛 住院他就是都没有好好的睡觉 那他就说他某一天 就是拿到了安眠药 然后好好睡了一觉之后呢 隔天起来视力就恢复七八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压力对于我们这些 自体免疫疾病的人的 病况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哦 是哦 刚刚那个案例真的太神奇了 其实大家平常都有点忽略那个睡觉 但是在意睡觉的人 其实我要补充一下 像我们精神科哦 那个有些病人是太在意睡觉 结果造成很大的压力 其实这中间真的要抓到自己 跟压力共处的一个方式 蛮不容易的 特别是身体如果已经有不舒服 像这些有关节的问题 或是免疫疾病 大家会知道一定会心烦嘛 有一些病人就是 每次去回诊的时候 很在意那个追踪的指数 黄医师在那一端 可能就是开检查 然后帮大家看报告 然后我们精神科有很多 这个两边重叠的病人 就会说 下礼拜要去听宣判 我不知道黄医师 有没有听到这样子 就是宣判 然后那个指数稍微高跟低 就很像被宣判 然后马上那个精神压 压力的变动就很大 当然生病或身体上有些问题 真的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想特别帮大家问这个问题 就是也想要接黄医师的专长 来提醒大家 治病很重要 可是你要维持住 你自己的一个心情稳定 这恐怕是更大的考验 其实最近疫情之下 很多人生活状态都改变 不知道黄医师这边看到 病人门诊病人的样态 有没有什么改变 有没有跟疫情有关的任何的改变 其实最最一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大概两三年前 第一波台湾游的时候 那时候病人其实是不敢来医院的 那时候大概就是草木皆病 然后以至于很多病人 他该拿药 他没有来拿药 所以等到疾病发作的时候 他才万不得已 他才来医院 那时候我们又要加大药物 即将让他的疾病能够被控制下来 那后来这两年 疫情就算再来一波的时候 病人他就知道 经过前面那一波 他就知道说 就算疫情来 我该吃药还该药没了 我还是应该要回来拿药 因为如果你不吃药造成疾病的情况 有就是变差的话 那反而对自己本身的身体 是健康状态是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服药性跟两三年前 比是有比较好一点 那在疫情的情况下 很多病人就会跟我讲说 他原本有运动习惯的 他就没有去运动 至于他的体重就越来越高 那这个新陈代谢症红群就跑出来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现在你疫苗三剂都打了 四剂都打了 那你该出去运动 你就出去运动 你甚至现在很多居家运动 你看YouTube影片 你就可以在家做30分钟的运动 那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不要因为疫情 影响到你原本要维持 良好的健康的生活心态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个有一个说法 那天看到人家给一个文案 上面写居家防疫 我给他圈起来说 你打错字了 那个防疫的疫打错 就对方说 不好意思我们是故意打这个字的 是什么 是疫出来的 就是体重疫出来 肥肉疫出来 叫居家防疫 这个大家也要有 就是各种居家防疫的概念 那大家今天听到了很多 关于这个痛风 然后关节炎的正确的观念 有一些人 现在大家开始在各科都在关注 这个所谓Long COVID 就是染疫之后的一些 应该说没有办法很好解释跟预期 但是现在大家有一点把各种各式各样奇怪的症状 都会怀疑说是不是Long COVID 是不是COVID之后的症状 其实我看了一下 在一般有被认为怀疑的症状里面 很多都跟贵科有关 我不知道黄医师有已经开始到看到 例如说有这个染疫之后的病人 他觉得他本来的免疫风湿疾病 发生什么样明显的变化 还是本来没有的 开始被引发了 已经有看到这样的症状 这个病人了吗 因为染疫然后导致说 自己本身免疫失调状况病人也是有 那本身原本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人 确实得到这个 大部分病人都是比较轻微 像感冒一样 发烧流鼻涕咳嗽这样子 但确实有些人的症状就是会比较严重 他就说他喘汗咳持续好几个月 都还没有比较好 那甚至确实脑污的症状 就是一直存在好几个月 也都有 那也有一些病人是因为他 因为Long COVID 他就是本身的年纪比较大 或有慢性病 他必须要吃到这个抗病毒的药 那他原本风湿免疫 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药 他就停了 停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他就觉得他原本的疾病的 这些症状好像又慢慢跑出来 所以确实有时候会因为吃抗病毒药 然后停药造成疾病发作也是有 所以是其实还是停药 然后平常生活作息 跟身体达到的一个平衡 改变了 不管是运动体重 或者是服药的状况 甚至会不会饮食的状况 心情的状态都有改变 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好的 那么大家在看自己的健康的时候 要有一种毅力 我们今天听到觉得 其实要好好健康的活着 在很多的环节 你就是要有意志力 你不能说有一点问题 你就自暴自弃 然后也不能够就是轻忽 那如果有家族史 我之前在访问其他医师的时候 我们有听众朋友后来回应说 为什么别人没有那种家族史 为什么我们家就有那种家族史 这个怨天游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我们带给大家专业的观念 那大家可以用正确的方法 好好地来维护自己的健康 特别是疫情期间 刚才黄医师也提到 那医师们都不为疫情 每天都门诊召开 好不好 所以大家该看医生的 还是做好防护 不用看的就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黄韵如医师 黄韵如医师服务于林口长庚医院 是风湿过敏科的主治医师 那么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